余慧專家指出 中國是美國原料藥重要來源國 武漢是很多原料藥的製造中心 新冠病毒疫情對於供應鏈影響巨大 除了原料藥 中國也是很多醫療防護用品 及醫療設備配件的重要生產國 專家建議 美國一方面要努力尋找替代來源 及建立多元供應鏈 不要從長遠角度考慮恢復一些關鍵生產製造能力 本週武漢肺炎疫情成為華府關切焦點 由於疫情還在不斷發展 以及對於美國醫藥供應鏈的重要影響 美國議員也希望政府能夠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期間再次 кож groot進入